假疫苗止息安女同瘫痪 全家进京看病遭打压 图片中的四岁女孩叫雷辛瑞水灵灵的大眼睛 虽然现出无助的目光 但你绝对想不到 她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三年前小辛瑞被注射一针毒疫苗 导致其四肢瘫痪 意识丧失 双目失明父母为了给女儿治病 深渊不但花信积蓄 还多次遭到当局打击广告 2014年6月4日出生的雷辛瑞 11个月大使打了一剂武汉生物出产的 H流脑疫苗后 发病送进西安儿童医院抢救室 现在四肢瘫痪 意识丧失 咀嚼功能丧失 推荐困难 只能靠奶粉和少量的流食维持生命 眼镜也看不见了 2016年一家人带着小辛瑞到北京治疗期间 他们曾去中共为纪委反应问题 结果被奉献政府和公安人员 半夜抬上一辆面包车 强行带回奉献西瑞的母亲雷霄 被关进看守所 一个多月在被监视居住 父亲田海亮和姥姥于素贞 则被以寻刑资释罪拘留后 取保候审 二人回来时 孩子以言言一息 此后 奉献警方不让他们出县城 扬言赶去北京给孩子看病 就把他夫妻俩在关进看守所雷箱 表示 我们找过接种单位 奉献疾控中心 省 市卫生局都不受理推脱踢皮球 还去县政府找奉献的县长被保安拦住 门都不让进奉献政府 不但没有救助保障反而阻 指孩子去北京寻医治疗 为 给孩子治病花近积蓄雷霄说 我们还一直寻求全国的明医 包括中医 西医好多都是民间的 要给现金三年多来 已经花了五十多万元 都借到没地方借钱了 因小心锐推荐困难 一嗆壳目前只能靠昂贵的奶粉 和少量的流食维持生命雷霄说 孩子现在喝的是雀巢小百态奶粉 这个一罐就三百多元人民币下同一个月 就好几千元补充大脑营养 神经的药物都贵 又不能报销和政府申请 求助都无果 女童的父亲田海亮是名厨师 原本每月有六千元到七千元的收入 但现在为了分担妻子的压力照顾 女儿改上半天班收入减半外 还要负担孩子几千元的奶粉钱 还要看医生入不服出 他们很担心哪一天连奶粉都买不起了 这一次 家长们真的愤怒了近年来 中国大陆屡次发生有质量和安全问题的毒疫苗事件 监管部门行同虚设 令家长们忧心忡忡 气愤不已 然而这一次更多的家长选择了不原谅日前 网传日文假疫苗事件 这次我们不原谅不接受道歉 也不给任何机会称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起简简单单的事件 它已经突破了人类的底线 戳破了道德的约束 践踏一切的法律 违背一切的公序良俗的价值观 不要再谦卑地致歉了魔鬼 是不会被同情和原谅的 更多的网上留言 也都表达出家长们的强烈反抗 假疫苗事件引发民众愤怒 微博截图 假疫苗事件引发民众愤怒 微博截图 据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 由强东的博文 所述长春长生生物 武汉生物 深圳太康 江苏延伸 北京明海等公司 都是同样的三个人控股的 就是同一个老板 中国的孩子打的疫苗 有90%是这几家公司的 很多家长因孩子 接种了长生生物的疫苗 感到恐惧和坠坠不安 而在疫苗后一阵儿童的交流群组里 更每天都会出现新面孔雷霄说 在疫苗后一阵儿童交流群里 每天会有好多打疫苗出事的新面孔 且大多数都是不治之症 眼看着自己活泼可爱的孩子 被一针毒疫苗残害成了植物人 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 却连说真相的权利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土地 雷霄呼吁社会各界人士 关注疫苗安全 关注疫苗受害儿童 也希望中国政府对患儿的治疗 负起责任和支柱费用 与趋务责任和支柱费用 两个资金 却向街 相比手 也希望香港人士 长 玉米 船 也